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央火车站 纽约中央火车站建在美国的曼哈顿中心 被称为行走的艺术馆 它是由美国铁路之王范德比尔特家族建造 车站在1903年建立 于1913年的2月2号开始启用 距今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但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和岁月的洗礼 到现在依然熠熠生辉 中央车站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它挑高的后车大厅 人车分道的独特设计 后车大厅的主楼是类似于巴黎歌剧院的风格 宫顶是由法国著名艺术家手绘的出黄道十二宫图 有2500多颗星星 有灯光照射时 只会有满目的星辰 人们在后车时都会抬头观望 头顶上美丽的星空壁画驻足许久 就算不来这里坐车 也会有人来这里欣赏这座艺术的宝殿 这里算是美国最繁忙的车站 人流量大 车流量也大 但一点都不脏乱 政府部门加大了对车站的监管和保护 是这里跟最开始一样干净高雅 现在我国的广州星站也正在积极发展资深的活力 扩大资深规模 加大环保力度 广州星火车站位于广东省广州市 连接了多条重要的路线 是中国的重要枢纽之一 目前广州星站发展势头迅猛 将超过纽约中央火车站 可能会位居第一 对于这两个火车站 小伙伴们更想去哪里欣赏一下呢 中文字幕by索查看